來,我先把亮的地方,輕輕的做出來 像這邊 這邊亮的地方 繼續做 中心點 把粉色的地方 然後背景也是一樣 一起做 所以我可以輕輕刷一點水 輕輕的刷一點水 然後把它一點打上去 把這個亮的地方 略微打上去 作為後面那個櫻花 亮的地方 隨便喔 大家已經進到這種地步了 隨便 但是我們還是要有一些留白的地方 所以你在有一支筆 盡量維持是清水 然後一支筆是有顏色的 我們就兩支一起來 有些顏色下去之後 稍微把它暈開 清水暈開 像這一頁 清水暈開 來 這裡 稍微暈一點點 等一下我們再用暗的顏色來 先這樣子做 做完第一層 那這邊的花我就隨意一點點了 甚至可以噴一點水 對 這邊再來 這邊再來 好 這一朵 點一些 暗面的地方 好 把顏色刷上去 刷一點點上來 刷一點點上來 接下來我用一點點有顧玫瑰紅 它顏色就會稍微比較再更紅一點點 好 中心點的地方 好 開始點一下 好 開始點一下 好 這邊整個是暗的 好 做一下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 旋律草色 旋律草色 比較粉一點的顏色 來 紫色 灰紫色 忽然 暗的地方 輕輕的做一下 你怎麼忽然是從天空還是花 蛤 你現在忽然是在畫天空還是花 蛤 你現在忽然是在畫天空還是花 我現在我現在都在畫花而已 我現在都在畫花了 我現在都在畫花啦 對 這個天空燃是做那個花的暗面的地方 蛤 这一朵整个是暗的 先用一点孤兰直接运进来 留下一点点亮的地方就好了 这一页亮的地方留下来 这边暗的 第一层先把第一层先做好 永固玫瑰红上让它晕开 这一朵中间一样孤兰加进来 旁边这一朵 这样我主要花的部分 我先把第一层全部都做出来 然后接下来可以让它稍微微干一点点 再继续 这边亮的有些地方进来了 所以我把它擦一点点擦掉 愿和 愿和 光一下 谢谢 谢谢 风有点赞 好 亮点的 靠近那个亮亮的那一页的地方 我们轻轻的再把它拉掉 然后这边 一样 永固玫瑰红 背景 它也是湿湿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 这个就是后面的樱花 后面小朵小朵的樱花 我们先这样把它先做出来 等下我们再来画绿色的部分 这里 这一堆 这里 也有几朵 我们大致上把它做一下 大致上做一下这样 好 那我再 打一些 葛层进来 注意那个颜色 六维洗干净一点点 让它颜色韻一些进来 色彩的变化度 黄黄 带进来这边 穿插一点点 这边刷进来 这边刷进来 叶子的部分 我先刷一层蛋的颜色 这是我们的第一层 先把整个的色彩先布局先布好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那个 一朵一朵把它分出来了 先暂停一下 我们吹干 好这边 好 永固玫瑰红 调一点点 调一点点 紫色 好这边 一层一层拉出来 好 暗的地方 让大家看得到吗 拉下来一点点 中间这里 多一层 这边 好 中心点的地方 嵌茶红 好 先做好 然后再来 好 花叶的地方 这个是亮的留下来 好 按得发起来 中心点的地方 好 这边这一群 好 这里 好 中心点的地方 好 下深一点 好 好 这边轻轻的画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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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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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面的地方 哦 加一点点清水 那岸湯 好 嗯 後面比較藍的地方 轉進來,墊比較深的地方 把這一頁分出來 轉折的頁面 這一朵加深 這邊加重 下面的這一朵 這裡隱藏在這邊還有一朵 這裡整個算是比較深的地方 我讓它整個裝一點 可是因為底下也鋪這個顏色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 它其實會偷出來有一點點黃黃的 所以整個整個色調上面的變化 就會出來了 這朵亮的地方有出來 我加重 收穫的感覺 這裡 這樣子 葉片的翻折整個的效果 這邊稍微有一點微乾 所以我們可以回過頭來 修一下 然後裡面你如果要讓它 暗的地方下去之後 讓它有一點透 透下面的亮的地方 趁現在還沒有乾的時候 擦一下 它中心點的地方 會比較透一點點 下面的顏色就會浮起來 應該是說把上面的顏色擦掉 讓下面的顏色 稍微站起來 讓它就會有一點透 透下去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在像這邊 有一點點透的地方 你都可以稍微輕輕擦一下 不要擦到邊喔 邊這邊還是要暗一點點 然後裡面也是暗的 就中間這一段 讓它亮一點點 有一點小小的透光的效果 你可以這麼做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花就會有一點微微透光的效果 第一個這樣子也不會太重 對不對 整個花的效果 好 來 繼續再來 這幾朵是我的焦點 所以我可能會在這幾朵上面 再多做一點 好 包包再點 再點籃子 好 下來這邊 暈到這個 把筆倒下來 它就會暈過來的顏色 好 放到這邊齁 用一點清水 讓它暈出來 有些地方讓它暈出來 有些地方讓它暈出來 好 這邊有一道亮的嘛 所以旁邊齁 我們就讓它節省一點的色彩 好 後面這邊還有一朵花 好 這是那個葉子齁 好 用這一隻好了 好 為了方便齁 所以我現在每一隻都有一點不同顏色 好 這是那個花包的部分 就是 這個 牙的這個地方 好 這邊 好 這裡 背對著 欸 就躲在後面的這一朵花 這樣子做 好 後面 後面 這裡 這邊齁 這樣子把它做出來 好 這裡 下面是亮的 這邊又稍微暗一點點 好 這一朵 這裡 用這樣子來處理它 然後靠近 這裡的地方齁 稍微 用 孤蘭 邊緣做一下 把它分出來 這一群 好 那完了之後齁 當然齁 這樣可能還不太夠齁 好 再加深一點的顏色 這邊齁加種 好 葉子這邊加種 好 把花這邊稍微再分出來 好 這是花蕊的中心花蕊的部分 好 這樣子 整朵 好 這邊齁 這邊齁 比較細的地方 好 因為亮的地方齁 我沒有留齁 所以等一下我會用不透明的把那個 欸 花蕊的這個地方齁 略微再點清楚一點 把它剖開 齁 把它剖開 剖稍微吸一點齁 齁 讓那個花瓣 一塊一塊的 開始跑出來 齁 利用亮暗的對比度 開始 把它一塊一塊的分出來了齁 齁 好 這邊 好 我需要再亮一點的粉紅色了齁 因為這邊齁太相近了齁 所以我們來分一下齁 這個花苞 花苞的地方 齁 清水 應該小小的暈齁 這樣子 好 再加 加 加一點G 讓它吊子上面的變化 再豐富一些 好 這邊 一樣是暗色的 好 靠近這一頁 這個花瓣的地方齁 稍微亮一點點 齁 把它蹭出來 這邊 這裡 的效果齁 好 暈出來 後面這邊的整個效果跟感覺齁 齁 這朵是我的主角 我現在處理它一下 按的地方 齁 再做一層 往下下來 齁 你可以先這樣做齁 做完之後 再用一點點水 清水 不要的地方 往暈開 它就會比較淡一點點 它就會多一點層次 齁 記得拿一支清水齁 來做 這邊 拉出來之後 齁 一樣 清水 晕出來 讓它虛掉 虛掉 中心點 加重 花瓣的地方 加深 彩度加高 齁 剛才那個顏色齁 其實有加過那個 菇綠的顏色齁 所以它顏色會有點濁濁的齁 欸 粉粉灰灰的啦齁 但是你如果要亮一點的顏色 那你另外再調齁 齁 不要混在一起 齁 點一些花心的部分 齁 這樣又是一朵了 這邊比較重的地方齁 來 點深一點 就很濃的直接 就下來了 這邊這樣 好 再來 影子拉出來 這是群青啦齁 淡淡的點一下 讓有些的那個彩度的色彩齁齁 變化再跑出來 齁 往這邊做 齁 帶一點 好 好 快點快點 這邊 反折 的地方齁 下面 上面 這邊按麵的效果齁 齁 一樣齁 因為下面有一些顏色在了 透過去顏色就會有變化齁 齁 齁 你就算畫了 隨便畫一層它也會有變化 所以不用 不用覺得你 只要不要 塗得太厚太平 就可以了 齁 這樣花的整個層次感 從這邊這樣 整個下來 好 那接下來齁 時間不多了齁 哈哈哈哈 真的 花心的部分齁 略微點一下 像這裡 這個小小的花心齁 稍微做一下 我利用這個暗的 把花的邊形 那個形齁 修出 修一下 修一下 齁這樣子 好 我把下面這裡先畫完齁 所以這邊 下面是比較綠的顏色 這邊 開始 拉出來齁 拉出來齁 好 一樣齁 因為我們有一隻是清水 慢慢的讓它暈下來 好 有些跟上面的顏色混在一起 好 有些跟上面的顏色混在一起 好 這是那個樹枝的位置我先留下來 等一下齁 等一下齁 我再來加會比較好做齁 這邊顏色再加 有些人 好嗎 有些人 可以嗎 有些人 可以嗎 好嗎 我可以嗎 就這樣 好嗎 這邊有點亮的 留下來 這裡 因為時間不太夠 所以我如果要預留 我下次可以繼續做 用一點清水讓它暈出來 暈到我原本的 跟這邊暈在一起就好了 那我如果要接下去做的時候 會比較好做 就不會出現那條線 這邊也是一樣 為了讓這個花形跑出來 所以我邊緣這邊 稍微加重一些 把花形慢慢揪出來 藍色的 靠近花的地方修 把這個花形 這一大群 我們以這一大群為 一群一群做 把它揪出來 這樣子 這邊 再來 好 樹枝 好 這裡 很多花對不對 有一個做法 先噴水 先噴水 好 用這綠色點就好了 這留下來的地方 就是花的地方 那點的地方 就是 後面三的地方 這樣不夠暈開 再讓它暈多一點 順著這樣子去做 花的那個感覺出來 剛才留的部分 就順著它去留 把它打開 這個這樣就是 那個 這個 花的地方 花的地方 我用清水暈出來 好 這樣子 檸檬黃 黃 打開 那這個 這邊是那個 葉子的地方 紅 紅一點 加 這邊 等一下 我們來畫那個 枝 好 這裡 這個 那個 梅花的枝 我們來做一下 黑者勝 進來 側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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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帶一點點清水 讓它暈開 咦 我們剛剛還在清水的 在這裡 好 點一下讓它暈開 好 然後再往上 往上走 好 它可以再化深一點 黑者色 好 這邊 然後一樣 如果不要讓它完全都這麼深 有些地方用清水讓它暈出來 好 它這樣的變化度 就會 比較靈活一點點 然後 然後後面的顏色 稍微淡一點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 交折色進來 好 把筆稍微拉乾 好 要留一點點 我們剛才 留的這個顏色 因為 我們是為了要讓它有 白白的 所以才留下這樣子 不要把它弄掉 所以 不要整個畫掉 所以 畫下面就好了 可以 這樣拉上來 這邊 再加深 某些地方 用點重的 加重 那這樣慢慢的 那個 樹幹的 那個樹枝 還是樹幹的 那個質感 就會跑出來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 細節的地方 就是在修 再把這個 每一個 每一半 每一半修出來 例如說 以這邊來說 我們可能 這邊 再弄細 細節一點點 這個地方 再分一道出來 所以你可以把它 反過來 這裡 分出來 分出來之後 外面用清水 暈出來 這樣這一頁 就會再分出來 然後 一半一半 我們先從大的 開始做 做完之後再做小的 這樣子一半一半 就會分出來了 然後 後面天空的部分 我做一點點 在這邊給大家看 譬如說 這邊天空的顏色 這個 我們用 用 用群青 改用群青 因為 群青的顏色 比較偏 一點點紫色 所以我們 用群青色 西式 像這個 偏形 做出來 來 好 這個 花一半這邊 小心邊緣 這邊有一道亮的 要留下來 它才會有光的感覺 那這邊還有兩朵 我們留下來 亮的地方留下來就好 留亮的就好了 清水刷出來 例如說 你要怎麼做 刷出來 淡掉之後 你接再接就會比較好接 可是你如果 邊很硬 像這樣很硬 那你就會很不好接 你就讓它淡的刷出來 那你就可以慢慢接 慢慢接 好 靠後面的顏色 把前面的 白色的花 襯出來 暈出來 暈出來 先暈出來 如果來不及的話 我就會這麼做 然後這邊 加種 這邊花包 我們先留著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畫就好了 好 這樣子暈 這邊下一點清水 讓它把顏色推擠開來 好 然後這邊的 這邊的花包 你現在就先做 讓它跟後面的天空 暈在一起都無所謂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好 好 這個 好 留下亮的 畫暗的地方 畫暗的地方 我畫暗的花包的部分 齁 這樣子 齁 然後按著這個地方 現場紅再稍微點一下 因為它現在濕濕的 我說你點下去它不會很深 你放心好了 齁 好 那等乾了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 數字做出來 齁 這樣子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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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接起來 就會 就做得出來了 齁 那我們 可能要到此為止了 在修細節的地方 齁 像這裡 再做齁 加種 加種一點點 它就每一個地方齁 開始會分出來 來 加紅 齁 這樣沒有問題 齁 打它欠了 呵呵呵 好 那就先這樣子 齁 這樣